315事件加速了美国的觉醒和灭共进程 5月5日 美国国会议员乔治·桑托斯先生 到访了新中国联邦基地 与新中国联邦代表夏其东先生等 进行了友好交流 谈到如何保护在美国的 对中共持异议者和新中国联邦人的安全时 桑托斯议员表示 保护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实际行动 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桑托斯议员进一步说明 在曼哈顿 被抓进去的刑事犯罪者当天就被保释 而被指控犯有所谓欺诈罪 对社区不构成任何危害的顾文贵先生 却一再被拒绝保释 这是典型的双重司法标准 更多的国会议员已经认识到 美国存在着两套司法标准 一种是针对所有的美国普通民众 一种是对中共和美国黑手有利的标准 美国的司法系统已经被严重渗透 并被中共当作武器打击一击 桑托斯议员认为 司法系统武器化 是对所有美国人民的巨大威胁和伤害 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 和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正义勇敢的议员们出手了 美国的黑手将面临重大打击 按照桑托斯议员的说法 保护人民从拒绝司法双标开始 从拒绝司法系统武器化开始